太炎又怕民众回不了家 单放的太宽 又担心病毒趁虚而入 防疫如何两神奇美 中央还得要多方评估 华新闻发信松一张 特别报道 中国疫情在升温 西安近期出现了多利欧目控BA.5 所引发的本土疫情 西安当局宣布从6号凌晨开始 实施7天的临时性管控措施 餐厅暂停内用 大学校园风控管理 但当局也强调 这次是管控并不是工程 民众大牌长龙 微博上流传这段影片 声称在西安火车站 有大批旅客排队后车 西安近日发现多例本土病例 感染阿玛桓BA.5.2分支 是中国目前已知首例BA.5分支 引发的本土疫情 让当局不敢大意 5号下午宣布 从6号凌晨开始 要实施7天临时管控措施 多区展开强制核酸检测 当局强调这次管控并不是风水 而是希望尽快运出传播风险源头 又说超市便利店和医疗机构等场所正常营业 不过管控期间 餐饮业暂停内用 大学校园也会封过管理 但不管制人员行动 西安当局强调要和病毒赛跑 当局表示阿玛桓BA.5分支比之前流行的BA.2传播力更强 疫情当前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法事新闻 领导便宜 真的是玩过头了 台中一名男子跟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 结果输掉他也愿赌图书 拿了纸弹放在头上 深夜闯进了超商大汗抢劫 虽然是他喊完之后马上拔腿就跑 但店员是信以为真 吓得报警 最后法院认定男子虽然是处于训练的心态 但奉承店员饱受惊吓 他就要违反社会秩序为库法才把三千元罢款 一名身穿黑色T恤 头上套着纸带的男子 深夜11点多闯进超商 他在店里绕行一圈 还大喊三声抢劫 当时旁边还有朋友跟着 男子喊完 马上拔腿跑出店外 跳上朋友的车子离开 虽然男子从头到尾没有真的心想 但店员面对突如其来的叫喊 信以为真 赶紧报警 这样已经太过膜了 已经涉及到法律的层面了 可能自己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已经是犯罪了 完不是不可以 可是要拿捏在一个适当的范围里面 警方调缘沿路监视器 漏夜通知流星男子和两名朋友道案说明 男子坦诚 当时跟朋友完成性化大冒险猜拳输了 他阅读服输 套上纸带喊抢劫 没想到男子这个动作 吓到了店员 就真心化大冒险 他们是表示他们就是以为是开玩笑 好玩对于他的犯行 跟他的这个行为 表示他后悔 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社会秩序文物法里头规定 蒙面卫装或以其他方式 是惊吓他人有危害安全治愈者 处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万元以下罚款 法规的目的是禁止民众任意蒙面惊吓他人 以为我个人生命身体和精神安宁 凡员认为男子的行为虽然出于戏虐 但已经造成店员饱受惊吓 财定罚款三千元 至于两个朋友当时并没有蒙面吓人 所以不乏 真心化大冒险游戏虽然刺激 但小心玩过头吓到别人 还可能触法挨罚 白信公主林匹青台中报导 高二园林山区在宁东民宅是14年前遭窃 而窃贼将铁窗破坏之后 将屋内装有两千块的存钱筒偷走了 虽然警方事后在铁门门上 采集到一枚陌生人的齿纹 但却迟迟无法比对出嫌犯 直到去年一名唐姓男子 涉嫌毒品案 比对指为意外符合 前方认为他就是当年闯空门的窃贼 以加重窃盗罪起诉 人们以为悬档十多年的案子终于要破了 但经过地院跟高分院两次的审理 唐姓男子都被判处是无罪 门口装上铁门窗户严架设铁窗 即便安全措施做得这么好 园林山区这一处民宅14年前 还是有窃贼破坏铁窗后 将屋内装有两千元的存钱筒偷走 虽然踩到陌生人的指纹 但警方始终无法比对出嫌犯 直到去年一名涉及毒品案的唐姓男子 意外和这名指纹符合 检方认定他就是当年的窃贼 破坏铁窗侵入住宅刑窃 以加重窃盗起诉 但彰化地院审理认为 只有屋外铁门上有男子指纹 屋内没有 因此只能证明